好,我们来给大家变个魔术 感受一下金丝兰乌木帝王皇的独特魅力 大家好,我是老蒋 前段时间我们免费得了一块料 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料 这是一块金丝兰乌木帝王皇的料 我们这么看的话可能画面不是很明显 把它弄湿一下 来看近一点 底色很透亮 帝王皇的,这个颜色非常的环爽 这边细水波 这里还有龙胆纹 但是这个没打磨可能龙胆纹的话 因为它花太小了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不明显 总的来说这块料 不管是底色花纹还是立体感 在金丝兰乌木里面都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那这么一块料我们是怎么不花一分钱得来的 我们等一下边做边说 现在先去找师傅研究一下 看这块料能做什么 这会拿出什么的 不知道 你看它这里 这样立起来 它是不是像 像是像一个一个航船 像不像 那我这么想 把这边下瓶 修一下 我们给它做一个 放倒就是茶庞 立起来就是摆劫 有没有办法出现 那边肯定要点点是吧 打一刀 对 这里的话就稍微能够把它放瓶 能够泡茶就行了 然后如果不喝茶的话 立起来又是一个摆劫 趁着师傅做事的时间 我们聊一下这块料的来历 两个月前 一位大哥寄了一个金丝南乌木的茶桌过来 让我们帮他改一下 当时我们刚收到的时候也是比较震撼的 因为像那么大尺寸的金丝南乌木茶桌 在市面上非常罕见 只可惜大哥明确表示 那个茶桌不能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按照大哥的要求 我们把这一块又尖又薄的多余位置切了下来 剩下的那些改造成了一个大气稳重的龙腾万里茶桌 我们原本谈好的是整个茶桌的改造费是5000块钱 但是做好以后 大哥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就是用切下的这一块料来抵工钱 我问大哥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料 他说知道 但是这个茶桌是几年前 别人找他帮忙的时候送给他的 自己没有花一分钱 现在如果能用剩下的这些料抵了工钱 那相当于自己又是不用掏一分钱 还得了一个新茶桌 至于这块料能值多少钱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不得不说啊 大哥就是大哥 隔着千里之遥 都能听见他噼里啪啦的上盘声 好 现在我们这个一帆风顺已经做好了 工艺非常的简单 对于这种自然摆件 打磨才是最重要的工艺 因为磨得越细腻 花纹越透亮 好 现在我们这个料监打磨好了 我们来感受一下金色的乌木 帝王黄的独特魅力 哇 这个打磨以后 颜色看起来更加的纯 而且这种花纹全部都出来了 特别的透亮 浓胆纹 看得到吗 看一下这边的浓胆纹 特别的密啊 这种料的话车珠子非常漂亮 尤其这个地方 但是不多 只有几颗珠子 这边的话可能勉勉强强强能够出一串 龙胆门的珠子 水波纹 三条波 它这个位置碳化的地方 打磨还不够 如果再磨进去一点的话 颜色会更加缓爽 好 现在这个漆已经干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一个功能 茶桌 因为我们这里给它做了平台的 而且是一个整体的斜坡 刚好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蓄水位 可以用来蓄茶水 所有的茶水都会往这个方向流 但是现在我们在考虑了 这里要不要给它再开一个茶楼 大家觉得这个茶楼要不要开 好 第一个茶桌的功能是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摆件 把它立起来看一下 新磁栏虽然是软木 但毕竟块头摆在这里 所以还是有一定重量的 而且它的重心在下半端 所以特别的稳 我个人感觉这样立起来 当做一个摆件 看起来更加的大气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料如果在你们手上的话 你会把它当茶庞 还是当摆件 或者做其他什么东西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奖点赞收藏加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